那因為目前台灣其實消費者對格子其實還是真的沒有標準可以去知道說到底什麼樣才是對適合 這主要是汽車用的 主要是汽車因為大樓用的它其實有一些政府已經有 對啊大樓應該是比較清楚 但是汽車其實是很亂大部分是車廠跟格爾摩的品牌配合然後利益最大的為主來銷售 就是買的時候順便送 所以大部分消費者他其實選不到格紅外線超過70的 因為他覺得我如果不用多付錢然後我貼什麼就好 所以就變成說其實對氣候來講是沒有方便 那我們自己做這個品牌出來是以42年的技術為本 那我們知道什麼樣的格熱質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從以前貼過產品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貼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跟他說 因為台灣在貼格爾摩的技術並沒有一個什麼計時的決定 像隨電它還會有 對可是如果我們跟人家說我們以技術為本的話 因為隔熱質它的它的隔熱的效果是在焦 那如果你烘烤 因為台灣它並沒有規定前面前檔不能貼 所以因為玻璃有弧度 那你要就是符合那個 那我們必須要烘烤 可是其實很多店家它如果技術不好它是會烘壞 所以那沒關係你就會很快 可是其實要怎麼說 就是對於我們在想要推廣自己的品牌上面其實是還蠻多困難 那政府方面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 了解 OK 因為這個我沒有貼過個人摩 我知道 這個真的不是我的專長 不過這樣子聽起來就是兩個 一個是說你們當然有一些認證 包含什麼阿坑薩羅斯這些認證 但是就是在我們這邊的車廠並沒有說 你一定要通過什麼認證才能夠使用 所以它等於你沒有一個護城河 對沒有一個門檻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不會直接對使用者 你不會直接對消費者 所以會變成車廠賣的時候 它的在意的點跟你在意的點會變成不一樣 對 大部分就是我們這個品牌其實也有直接面對 是因為我們有讓業務去幫我們推廣 對 對 然後就是新車中心就是 對 他們是其實是 實在就會自己選擇我想要推哪些品牌 你只要利益夠的話 它就願意貼 對 對 因為這個跟就是道路安全 或者是 就是全民健康的關係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對 所以 對 這個跟就是 因為通常政府的力量會介入市場 它一定是建立在說 如果不介入 那就會有重大的公共利益被破壞 對 那像這個環保相關的 或者健康相關的 那又或者像剛才講的 就是不希望有壟斷 對 那但是這些情況都沒有的時候 政府是沒有介入市場的一個依據 對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那就是要個別的品牌 要讓消費者有一種 當然不是說抵制吧 抵制當然台灣抵制也很多 而是說能夠做出更好的選擇 這樣子的做法 對 那可能就需要真的用了你們 然後又覺得很好 而且它可能之前用過別的 那可能類似線上說法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去把消費者這個意識去把它擴增 對 因為這個確實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說 你貼別家的隔熱膜就會像那個就是排放污染屋那樣子 造成公眾危害也沒有 可是因為這個就是因為沒有標準 如果說就是隔熱地獄70的話 其實大家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大家是知道沒有效果 所以他們會想要選擇更好 就是他們已經現在開始願意花錢 具貼更好的 可是他們還是沒有依據 就是我們施工業家推的算這樣子 對啊 可是你這邊不是已經有驗過 好不想說R-Penza 因為 它相當於UPF 50 Plus 因為這些都是 等於你抹了防曬嘛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就是 應該說我們知道我們選擇 就是挑選的產品很好 可是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推廣出去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就已經有UPF 50 Plus的認證 它並不是沒有 對啊 所以你也要想一想說 一般的美白或者防曬的那些保養品 他們怎麼推廣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類似的推廣方法 甚至在行銷上面 跟這些防曬的保養品 說不定聯合行銷 有幫你的車子也擦保養品 這樣之類的 對 那我覺得 你還是要搭著一個大家聽得懂的一個梗 上去行銷 那也許SPF是一個 因為大家都聽過SPF 對 那這樣子的行銷 我覺得就比較容易 讓大家留下記憶一點 那如果現在即使我們 變出一個什麼SPJS的認證來 大家如果之前沒有聽過 其實這個的說服力也是很有性 對 因為 因為當然我們也會有資金上 就是行銷一定是要靠 靠預算 但是因為 口耳相傳就不用了 如果你是請說真的用夠很好的 使用者來現身說法 那就比較是我們叫有機的行銷 那就比較不需要預算 但是這個時間就會比較久 當然 當然 對 因為我們在推廣起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 這些認證是都有 就是代表我們這個品質是好的 物理解 只是我們行銷 就像你剛剛說要亮點的部分 就是我們真的會比較弱一點 物理解 對 因為大部分就是品牌 名師還是比較重 對 那說不定跟一個大家都聽過的化妝品品牌 聯合行銷也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應該不會想跟我們 我就不知道 對啊 因為這個真的 因為如果總共是貼太好 對他們來講 那他們就沒有用 你還是要離開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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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再想一想 但是我也很誠實講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用過這種產品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 我也很難告訴你說 就是怎麼樣子介入比較好 就變成說就是 一方面是我們這個店家 他其實 如果消費者有疑慮 就是他覺得 他判定就是你這個 如果貼得不好的話 比如說他會連一粒殺粒 他都跟你說 我要重貼 因為我們並沒有 就是所謂的 技術介入 就是規範什麼之類都沒有 這是一方面 我們42年來就是 就是一直會有的問題 對 那就是 就是如果你這邊特別說 要你檢定的計時才能夠貼 現在台灣有多少位 沒有 台灣並沒有這個 可以考這個 但是你相信的計時 或你會推薦 你有一個名錄之類的 沒有 對啊 對啊 那這樣就比較難 店家越老的 合作越久的 對 技術是有保障 對 因為隔熱紙 他至少可以用5年 那 如果你店家越老 那當然 我就是不怕5年後 我找不到店家可以處理 因為 這個概念就可以傳播啊 對啊 所以去找到自豪的天 對 可是因為 因為其他品牌 他們是主打全省 對 就是不管你在哪裡 那你就是 你就是去 你在台北天的 你高天如果在高雄 你也可以去 去找店家換 那是因為 就是公司大 我就 不理進去 對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目前就是沒有店 沒有很多 這樣子 就是在推廣上面 因為像政府就是 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沒有重大的公布危害 對 就政府其實不會介入 那其實我們認識的那些廠商 他們也是有跟就是 學學者就是有 有討論過什麼 可是就是都不了了之 因為 就是還是以利益為主這樣子 確實啊 確實 因為這個是一個 還不是一個很穩 穩健的一個市場 這跟大樓的天幕 是不一樣的狀態 對 就是如果說大樓的話 大部分也是建商 建商決定好 那為什麼現在那麼多 還是那麼多反光 可是反光其實是有危害的 可是規範也沒有說 一定說你反光不能再 對 那個規範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很多像小鳥 它也會不小心就撞到 對 他們也蠻可憐 所以你們有在做大樓的生意嗎 我們有接 但是主要 因為我們配合的是 車廠 業務 然後跟一般的消費者 對 我覺得現在還是要從消費者的觀念宣導 先開始做 先讓消費者了解到說 第一個要有 就是比較有經驗的人來貼 比較不會又回來 就算你是保護 再回來一趟我還是很麻煩 對 所以這個概念要先出去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要把這個防曬的等級 跟SPF或之類的 就是大家已經聽過的 做一個連擊 那我覺得先用這兩個 然後你用Core相傳的 或其他的方式 讓大家建立說 就是別的 別家的也還算可以 但是這家的 比較 牢固 或者比較有效果 那其他的話 可能是貼安心的 之類的 就是你還是要有 這樣子一些訊息出去 那這些訊息出去之後 我覺得才能對那個市場 形成一個壓力 讓別的車廠 好像就是不得不 也提供你這樣一個選擇 目前是所有的品牌 他們都有好的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高階跟中階跟低階 但是因為他們要賺錢 大部分車廠都是 就是比較低階的 對 可是這樣子對於 我們想要就是 提倡就是 結緣 熱節能減碳 然後氣候的議題 這方面我們也沒有 就是我們也很無力 因為決定的就是 消費者跟車廠 我了解 我了解 因為你貼不好的 就是 也是沒有幫助 大家就是冷氣還開到最強 碳排放還是 你們是經銷 還是你們也研發這個技術 我們是經銷 因為台灣的 台灣有工廠在做 可是他們的品質沒有到國外這麼好 我了解 因為我們貼過 我們貼了42年 然後貼過太多的產品 所以我們知道是什麼 是好 我也在想一想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領域對我真的比較陌生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